旧金山双十集会,海外民运首次参加,方正与夫人参加中华民国国庆集会游行CK社,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07周年集会。游行10月7日在美国旧金山中国城,举行中国大陆民运人事,今年第一次组队参加。 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公开表示,美国一直相信,台湾所拥抱的民主制度,对所有中国人展示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这使得参加集会的人们深受鼓舞。 庆祝集会由升旗仪式开始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被加州分部主席郑云说,非常激动中华民国,从来就没有亡,今天来了这么多年轻人。 中华民国的复兴,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一百多年前,支持孙中山发动并赢得。 辛亥革命胜利的武州鸿门志工总堂现任盟长赵炳贤说,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大陆同胞,和我们志工堂一起,参加今天的升旗礼,一百多年前国父孙中山革命成功。 现在我们见到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海外,不久的将来,我们要见到这面旗,飘扬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正在旧金山访问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和作家,大中华民国光复会,会长辛浩年和民运人士,一起参加了集会游行。 他说,我非常开心,这么多人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说明不仅是今天的台湾像彭斯副总统所讲的那样拥抱了民主。 在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早,就拥抱了民主。 今天在中国大陆人民,特别是许多先进分子,已经了解中华民国的真实历史之道抗战是谁领导打滴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打滴,不是那个撒谎的中国共产党打滴。 恰恰相反共产党在抗战当中,制造了一个负面战场,就是专打国军不打日扣。 这一点大陆人民知道后,大陆出现了民国热,今天大陆人士来参加活动。 这种情况过去很少由我相信,一年比一年会更多在集会和游行队伍中。 最引人瞩目的是两位前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撵断双腿的方正说,我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伪政权,我们只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唯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参加中华民国的庆典。 方正表示,我认为彭斯副总统,对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定位非常准确。 也就是中华民国,是能够为将来的所有中国人提供一个样板。 这跟我们的心愿是完全一致的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封从德说。 其实中华民国本身就是中国大陆的联合国创立的时候,中华民国是创始会员国。 现在应该是推动全世界的力量,重新让中华民国回到联合国。 联合国不应该被专制的力量占据,而应该是民主的力量。 封从德表示彭斯的讲话很清楚的指名台。 弯中华民国走的道路,才是中国最好的道路。 这个道路就是接续1946年、47年中华民国宪法和行宪的道路。 任何人号称是民运而反对中华民国的,就不是真正中国民运人士升旗仪式结束后。 参见庆祝活动的人士,开始在旧金山中国城游行他们走在当年孙中山走过的道路上。 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特约记者CKMBSP,则编申华MBSP。 网边宏伟相关报道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六四人物原木去世。 官方称其共产主义战事特鲁多中国居加拿大公民,不可接受中国热评。 孟晚舟事件走向非西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2018年12月14日,中国在非洲大撒币。 美国如何示好零八宪章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腾标中共体制内汉奸,知多少高薪美中关系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专题。 吹嘘风小惊艳习近平柴辽芽流青,美中共时,孟晚舟案不会影响贸易谈判评论,零,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同步广播库。 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集中营,先甘肃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接受调查。 山东上千老兵维权与警激烈冲突,新疆镇压死亡镇杀人如麻为何犯兵兵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联系。 我们点滴的书页管妈妈的鬼门关中国最高检要求各机关严惩侵害儿童犯罪。 习近平为何对文革情有独钟高新编辑推荐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